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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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若他继承汉位 未必不能成子大业 成吉思汗发现几个儿子的关系紧张 若他死后极有可能会兄弟戏强 某种程度上来说铁木真已经预估到以后帝国的分裂 并且提出的解决办法 将蒙古帝国分为四个汉国 将死者儿子分分过去 而也正是这次冲突 导致了后来树翅被命令坚守在花辣子摩 也是离蒙古最远的汉国 之后树翅致死都再也没有回到过孤土 哪怕生病了还被自己的父亲怀疑有二心 当成吉思汗决定派兵征伐时的第二天 才从死者中的之树翅已死 PS历史阴谋论都宣称 树翅被饱后带子四才求死而知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树翅 这一生都在被人议论被人怀疑而心中度过 其实他活得比乔峰还苦